嘿,大家好,你们最近怎么样了? 我还好,还好,买完来很快就回复好了 希望你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努力工作 今天天气可怜不好了 冷,下雪,过大风 所以今天晚上我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澡堂 就是我后面的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是澡堂 澡堂就是我们洗澡的一个地方 我的别墅面积可大了 有好多种树 比如说我后面的就是板画树 我后面,这就是圣诞树 圣诞树我们新年节的 圣诞节的时候很喜欢装饰 诶,你们看看 这就是草莓 学下的草莓 俄罗斯传统的村房必须有一个东西 这是俄罗斯的火炉 就是在我后面 我们进去看看 这是我们家的传统的俄罗斯火炉 火炉是比较大的 在上面你可以做一会儿 很暖和 在里边你可以做东西 比如说做饭 但是做饭做肉是可以的 但是做早餐 做什么炒鸡蛋呢 可不行啊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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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比较现代的壁炉 壁炉